结束了台北人的演出 现在台湾第二大城市高雄 会在2月28号第7次欢迎享誉国际的 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力临 神韵的艺术家们将会在文化中心 智德堂演艺厅 进行五天七场的演出 请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参观 高雄这个美丽的城市 高雄市位于台湾新南端 面积154平方公里 人口近300万 旅游景点丰富 市区有文化中心 爱河沿岸 马五大楼 中央公园跟博二艺术特区等 郊区的齐津岛 莲池潭 西子湾风景区 都是著名的景点 智德堂演艺厅 有1700个观众席位 一年四季艺术演出满档 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 2013年在智德堂的七场演出 打破智德堂票房的历史记录 高雄场目前的票房 直近九成 其中假日场228 跟3月2号礼拜六的中午场 已经都爆满了 常常接到有询问的民众 印象深刻 其中有一个是从香港打过来的 他非常高兴 台湾有那么多场的演出 因为目前好像神韵 没有在香港演出 第一年开始 我就邀请了家旅人 一起来看 然后接续 每年都邀请亲朋好友 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每年神韵晚会 在高雄的售票季度都超过九成 吸引8万多人次观看 这个周末 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 将带来全新精湛的节目 要让港都上万名观众 再次惊艳 新唐人有的电视 施以军 简陈如 林宏观 台湾高雄报道